全红又稳居C位 走到哪里都是团宠 不愧是跳水皇后郭晶晶甘女儿 这几天 一个小姑娘火遍网络 那就是咱们的跳水蒙妹 全红蝉 在这次内地奥运劲儿防岗活动中 全妹简直成了当之无愧的团宠 走到哪儿人气都爆棚 国平大佬们争相与她互动 马龙请她喝奶茶 陈梦教她打球 樊振东和她疯狂互动这待遇 真是羡煞旁人啊 到底是什么魔力 让全红蝉在大咖云集的国平阵容中 依然C位出道 咱们一起来扒一扒 一 国平大佬疯狂宠爱 全红蝉成团宠 这次防岗活动中 全红蝉可谓是全程高光时刻不断 先是陈梦亲自手把手教她打乒乓球 简直不要太温柔耐心 就像一个大姐姐 细心和护妹妹一样 两人互动和谐有爱 紧接着 大魔王马龙又请全妹喝奶茶 简直把球迷们羡慕坏了 36岁的马龙和17岁的全红蝉玩到一起 画面充满欢乐 有网友就神品 马龙正是疼女儿的年纪呢 樊振东也没落下 和全妹的互动同样欢乐多多 国平这群大佬对全妹的宠爱异于言表 简直把她当成了团宠 一般呵护 国平粉丝纷纷感慨 全红蝉简直就是大家最想成为的人 能被大魔王请喝奶茶 能跟陈梦学球 还能和樊振东疯狂互动 这福利羡煞旁人啊 更有网友拷问 全妹你什么时候教陈梦跳水 一语道破许多人的心声 二 跳水皇后郭晶晶的干女儿 天才少女经验全场 说起全红蝉为何如此受宠 自然离不开跳水皇后郭晶晶的偏爱 一直以来 郭晶晶都对这个小师妹赞不绝口 称赞她天赋过人 刻苦努力 两人虽说是师徒 感情却胜似母女 每当全红蝉遇到困难 郭晶晶总是第一个站出来鼓励支持 给予悉心指导 两代跳水精英的温暖接力 令人动容 作为跳水界冉冉升起的新兴 全红蝉不负众望 在本届奥运会上一名惊人 夺得女子担任十米跳台金牌 以完美地发挥经验全场 将中国跳水的大旗高高扛起 17岁的她 青春靓丽 成绩斐然 难怪连霍启刚都对她赞不绝口 和她相谈甚幻 真可谓天才少女 前途无量 三 人美心善情商高 全红蝉实力圈粉 除了出色的运动成绩 全红蝉超高的人气 还源自她可爱率真的性格魅力 活动当天 她可是当仁不让的搞笑担当 总能把大家斗得前仰后合 合影时站在C位 有人吐槽说是因为个子小 站后排就查无此人了 但不得不说 全妹确实有这个排面 成绩和人气双双在线 当之无愧 即便不占C 她依然是全场的焦点 值得一提的是 萌卫全红蝉的情商可是真高 发言时特意强调大家都很厉害 张显谦逊有礼 谈到训练辛苦时 体贴地说大家都很辛苦 把自己和他人放在同一起跑线 没有一点高高在上的架子 这股子单纯善良又通情达理的劲儿 让人如沐春风忍不住被圈粉 四 刻苦上尽又孝顺 谁能不爱全红蝉 访港活动上 全红蝉还有一个圈粉时刻 就是她开小差的样子 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吃了一颗葡萄 发现镜头扫到自己 又忍俊不禁地笑了 那一刻 活脱脱就是课堂上偷吃零食的女学生嘛 可爱到犯规 让人喜爱全红蝉的 不仅是她天真帅性的一面 更有她刻苦上进 孝敬父母的优秀品质 年纪轻轻 就吃苦耐劳 刻苦训练 为国争光 同时又把全部奖金都交给父母 孝顺懂事 难怪连媒体都对她青睐有加 给足版面和曝光 网友也纷纷表示 自从奥运会后 身边的长辈 没少把全红蝉挂在嘴边夸 优秀而谦逊 可爱又懂事 全红蝉用实力和人格魅力 征服了所有人的心 最后 于想问 和全红蝉一样 又乖又有潜力的孩子 换作是你 你会不会格外偏爱呢 可爱 防岗的全红蝉 也不忘带着小乌龟 萌翻网友 大家早有预感 全红蝉防岗 引发热潮 全红蝉 这个名字 在体育界 乃至整个社会 都如同一颗璀璨的明星 她以惊人的跳水天赋 和纯真可爱的形象 赢得了无数人的喜爱和赞誉 当全红蝉防岗的消息传出 立刻在两地 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人们满怀期待地 迎接这位跳水小天才的到来 仿佛一场盛大的庆典 即将拉开帷幕 全红蝉的防岗之行 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惊喜和期待 她的出现 如同春风拂面 给香港带来了无尽的活力和温暖 无论是媒体的聚焦 还是民众的热情欢迎 都让这次防岗之旅 成为了一段难忘的记忆 小乌龟相伴 蒙太尽险 蒙宠相伴 全红蝉的别样防岗之旅 在全红蝉的防岗过程中 一个小小的细节 引起了大家的格外关注 她带着小乌龟一同前往 这个可爱的举动 让全红蝉的蒙太 尽显 也让人们看到了 她在赛场之外的纯真一面 全红蝉对小乌龟的喜爱 早已不是秘密 在以往的比赛和生活中 小乌龟似乎一直是她的小伙伴 这次防岗 她依然不忘带着这个特别的朋友 可见她的童心未敏 和对生活的热爱 小乌龟的出现 为全红蝉的防岗之旅 增添了一份温馨和趣味 她不仅是一个小小的宠物 更是全红蝉内心世界的一种象征 在这个充满挑战和压力的体育世界里 全红蝉依然保持着那份纯真和善良 这是多么难能可贵的品质 网友早有预感 喜爱满满 全红蝉与小乌龟 网友们的热意焦点 当全红蝉带着小乌龟防岗的照片和视频 在网络上流传开来 立刻引发了网友们的热烈讨论 大家纷纷直呼 大家早有预感 仿佛大家都能猜到 全红蝉会带着这个特别的伙伴 网友们对全红蝉的喜爱 不仅仅是因为她的跳水成绩 更是因为她的可爱性格和纯真品质 全红蝉的一举一动 都能引起大家的共鸣和关注 她带着小乌龟防岗的画面 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了 她的温暖和善良 在网友们的评论中 充满了对全红蝉的赞美和祝福 有人说全红蝉太可爱了 她的小乌龟也很忙 有人说全红蝉是我们的骄傲 她的纯真让人感动 还有人说 希望全红蝉能一直保持这份纯真 为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网友们的热议 让全红蝉的防岗之旅 更加充满了意义和价值 纯真可贵 未来可期 全红蝉的防岗之旅 虽然短暂 但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带着小乌龟的可爱画面 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 这次访港 不仅让全红蝉感受到了 香港人民的热情和关爱 也让两地人民之间的联系 更加紧密 全红蝉的纯真和可爱 是她最宝贵的财富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她的存在就像一束阳光 照亮了人们的心灵 她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 无论生活多么忙碌和艰难 我们都应该保持一颗纯真的心 去感受生活的美好 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们相信全红蝉会继续在 跳水赛场上创造更多的辉煌 她的努力和拼搏 将激励着更多的年轻人 追求自己的梦想 同时 我们也希望全红蝉能 一直保持这份纯真和可爱 让我们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 感受到更多的温暖和希望 全红蝉 加油 你的未来充满无限可能 让我们一起期待你 更加精彩的表现 为中国体育事业再添光彩 全红蝉和香港学生互动打乒乓球 陈梦手把手交蝉宝打球 蝉宝物性高 当奥运界的光芒跟学生们的朝气碰到一块 动发出的可不只是星光闪闪的耀眼 更是一场跨越了年龄 打破了界线的心灵交流 8月30号 在香港圣保罗书院的校园里头 上演了一场让人忘不了的奥运精神传承大戏 全红蝉 陈梦 黄雨婷 陈一文 这些奥运明星走进校园 跟众多学子面对面交流 用自己的经历 诠释着奥林匹克精神的真正内涵 这场特别的互动 可不单单是一场普通的见面会 当奥运冠军陈梦手把手 交跳水天才全红蝉打乒乓球的画面 出现在咱们眼前的时候 咱看到的是体育精神的无界融合 这一幕不禁让人想到 在竞技体育的世界里 每个项目都有它独特的魅力 而真正的体育精神 那可是贯穿所有项目的共同纽带 全红蝉 这才14岁 就在东京奥运会上 拿下跳水金牌的天才少女 这会儿去像个普通学生似的 笨手笨脚地挥着乒乓球拍 这场景让人感动 因为它展示出了一个奥运冠军 谦虚好学的那一面 而陈梦 作为乒乓球项目的世界冠军 耐心又细致地指导着全红蝉 展现出了一个优秀运动员的宽阔胸怀和乐意分享的精神 这次活动的意义 远远不只是简单的体育交流 它给咱们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成功不能只局限在某个领域 有学习和尝试新东西的胆量 同样值得称赞 在这个变化飞快的时代 快捷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说不定比在单一领域取得的成就还重要 参加这次活动的 还有游泳运动员黄雨婷 和跳水运动员陈一文 他们跟学生们分享了自己的奥运经历 和心理的想法 这些实实在在又充满激情的分享 肯定会在年轻一代的心里 种下梦想的种子 在香港这片地上 体育不光是强身健体的手段 更是连接内地和香港的情感桥梁 回头看看历史 香港在1952年赫尔辛基奥运会上 首次以独立队伍的身份参加比赛 之后在奥运舞台上屡次取得好成绩 而内地奥运件的到来 无疑会进一步激发香港青少年 对体育的热爱 据香港特区政府的统计 近些年来香港参与体育活动的人数一直在增加 2021年经常参与体育活动的人口比例 已经达到52.6% 这次奥运件的来访 相信会让这个数字在网上升一升 不过咱们也得明白 体育交流的意义不能只停留在记忆这个层面 它更应该成为文化交流 价值观念传播的载体 奥林匹克精神里包含的团结 友谊 公平竞争这些理念 正是当今社会急需弘扬的价值观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 体育精神说不定能给咱们指出前进的方向 这次活动也让咱们思考起教育的方式 传统的课堂教学固然重要 可像这样的现场互动 跨界学习同样有着不能替代的教育价值 它不光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还能培养他们开放包容的心态和敢于尝试的精神 教育工作者们或许应该琢磨琢磨 怎么能把这种生动活泼的学习方式 更多地融进平常的教学里头 当奥运件们离开校园 留下的不只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精神财富 这次活动的影响力 会像联谊一样在香港社会里不断扩散 它提醒咱们 体育不只是关乎输赢 更是关于突破自己 追求卓越的人生态度 在这个信息快速传播的时代 咱们常常被各种各样繁杂的信息给困扰着 而这次奥运件跟学生的互动 却给咱们上一堂生动的人生课 它告诉咱们 不管是在体育场上 还是在人生的舞台上 保持开放、谦虚和不断学习的心态 才是真正的取胜之道 让咱们期待 这份奥运精神能在香港 这片肥沃的土地上扎根发芽 结出更丰硕的果实 对于此事你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留言 请不吝点赞 订阅